一般来说我们东方人的体质 大概有约五成以上 有对这个牛奶里面的成分叫做乳糖 有过敏的反应 所以通称叫乳糖不耐症 那一般大人也有可能喝牛奶 会有拉肚子的反应 所以一般我们的儿童宝宝 还有可能先天就有这样的体质 所以喝牛奶可能就会造成腹泻 或者是有一些起疹子的反应 那我老师建议大家可以用米粉 或者是豆粉 甚至是麦粉来做取代 但是在选择上 麦粉是最后一个选择 因为如果有过敏 已经确定有过敏的这个体质的宝宝 一般来说它对麦腹 可能也有过敏的反应 所以我们可能要逐一来试一下 可能用豆粉啊 用米粉啊 给它试一下 那最后用麦粉 如果原则上单一单一的食物 尝试之后 它没有这种所谓的起疹子 腹泻的过敏反应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取代牛奶 来担它的主要的食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